记者陈立嫣专题报道 韩流兴起 韩纵韩剧终一道道韩国料理总是令人看了口水之流 在无形中默默推广韩食的美味 而实境真人秀饮食堂则是直接找来大明星下厨 小站在海外扎跟开餐厅 及时让老外感受韩国美食的魅力 饮食堂以70岁的主厨因乳珍为首 正由美担任厨房助手 李锐镇兼任八台及外厂 申酒则是负责外厂的零食工 四位韩流演员联手 在位于印尼的潜水圣地德拉纳安岛开设韩式餐厅 贩卖韩式烤肉饭 韩式烤肉冬粉以及韩式烤肉汉堡 从准备食材做起到烹调食物 决定定价服务客人 他们透过韩石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相遇 以美食美景人与人的互动 创起一个个动人故事 若说认真魔人 英乳珍是饮食堂的灵魂人物 看着他从开餐厅前缺乏自信 营业时间却无人上门的焦虑不安 再到看见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而笑得全骨身甜 他的笑容总是能令观众跟着会心一笑 而节目播出后 英乳珍的英语实力更是引发观众惊呼 除了能和外国人以流利的英语寒暄 甚至还能以英语介绍料理 原来他过去曾为爱饮退 和前夫赵英男在美国生活 没想到赵英男紧劈腿 导致13年婚姻已离婚收场 而他则回到南韩力拼复出 日前波比的饮食堂 二加入新的打工在朴旭郡 定替英行城缺席第二季的申酒 他因为出道前曾在外场打工 对餐厅营运也有一定的了解 却凭重选称为饮食堂二的心血 负责外场服务及制作甜点炸鸡等 不少粉丝冲着他的魅力锁定节目 而他也为了拍摄特地苦学西班牙语 在节目第一集就展现了优异的西班牙语实力 男神朴旭郡打工技 堪称是第二季的新亮点及卖点 在升级版的饮食堂二 众人前往西班牙特内里沸岛的村庄加拉奇科 和第一季以观光客为主要客源不同 这次他们以韩式拌饭 泡菜煎饼 糖饼征服小村居民 甚至还登上当地报纸 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 许多外国客人首次尝试韩国料理 第一次使用筷子吃饭 而他们也在过程中针对欧洲人的饮食口味调整菜单 曾创下单日营业额高达台币2 5万元的记录 就连李瑞正都笑说 对自己的职业产生错觉 饮食堂二在韩播出最高收视达15 百分之九百八十六 创有线电视台 综艺节目历年最高收视 喜爱饮食堂二的台湾粉丝说 虽然是综艺节目 但说它是旅游节目也不为过 看了真的会让人想马上订机票去度假放空 西班牙观光局应该颁个奖牌给罗PD 不是很综艺的呈现方式 但又有精味跟一点点综艺效果 也许这各节目不会让你看了捧腹大笑 但却能让观众从中港到疗愈 而这或许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然而饮食堂拍摄时也曾遭遇危机 像是在印尼营业景一天餐厅就被迫拆除 让正由美男过掉泪 此外饮食堂限于每周日晚上11点 在东森戏剧台播出 在25至49岁女性收视族群最受欢迎 至今收视最高为0 84而饮食堂2则预计6月在台播出饮食堂 饮食堂2完整集书已于爱奇艺台湾站上下 饮食堂拍摄时 在印尼景营业一天餐厅就被迫拆除 节目一度陷入危机 东森戏剧台提供饮食堂2加入新写 朴旭郡作2负责外场及制作甜点等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饮食堂在西班牙开业 成为当地排队美食餐厅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饮食堂 登上西班牙报纸吸引许多人慕名前往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饮食堂2主打韩式饭饭 也是店内的人气料理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饮食堂第一季 在印尼拍摄 尹汝珍左二当主厨 郑友美 又二担任厨房助手 李瑞郑 左兼任八台及外场 深酒负责外场 又东层戏剧台提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